我说台湾很安全国家的时候 台湾人都不太了解外国人为什么那么紧压 我给你们讲为什么 我上个礼拜在网路上买一件衣服 结果我回家的时候就发现 在我的门口这边就有这个package 我认为那个医生在工作的时候 他没有找我 他就决定把我的package放在前门 但是如果你在俄罗里或者美国 你的package会被毁了100% You just cannot do this in big cities such as Moscow or New York 但是台湾人不会偷别人的东西 他们真的不管我的钱包,我的衣服,我的packages 他们都不管他们都不会偷别人的东西 这台湾团了 只究十万个人喜欢住在台湾的原因 I still can't believe that my package was there the whole day and nobody took it It's just unbelievable 我要回家看看这个是什么衣服 下次见